You're what's going on guys, this is Enzo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街头聊鞋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不是具体一双鞋的实战感受 而是聊一下球鞋性能当中非常重要的指标 也就是缓震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缓震 缓震如果从英文里来看 它一般被称作cushion或者叫cushoning 而中文当中我们叫它缓震 这两个意思其实非常的接近 都是吸收冲击的意思 也就是说球鞋吸收冲击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称是有一些误导的性质在这里的 什么样的缓震对于缓冲比较好呢 那就是非常软的缓震 所以很多人觉得穿着一双鞋 穿起来很软就觉得这双鞋缓震很好 而且他们对于球鞋缓震的概念 无非就是觉得这双鞋软就ok 如果你细心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我在我的每期球鞋测评当中呢 我在缓震那个环节写的都是缓震 slash中底科技 我今天要表达的是呢 随着球鞋科技的发展 缓震已经早早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那种软 或者是弹 脚感好这么简单了 它是一个中底综合性能的一个考量 球鞋脚感比较软 缓冲能力强 这固然是缓震或者说中底性能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并不能代表这双鞋中底全部的性能 很多对于篮球或者球鞋的初学者 都会感觉穿到一双鞋 如果觉得脚底下 尤其是脚后跟 觉得特别软 踩上去的特别爽 他可能就觉得这双鞋中底很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样的鞋 它不一定它的中底性能就好 实际这种东西有很多很多的反例 我举都举不过来 但是如果说有的鞋踩起来可能比较硬 或者说软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们也不能说这双鞋的中底性能就很差 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如说Owen3虽然踩起来很硬 但是对于特定类型的球员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中底性能 还有我最喜欢的Hyperdunk 2017 那双鞋也是现在争议比较大的 关于这双鞋啊 我这两天在虎部上看出一个帖子 有一个留言 他说的那个意思大概就是 Hyperdunk 2017根本没有缓震 脚后跟落地的时候不舒服 脚后跟落地感觉比较震 我当时笑的真是差点一口饭就喷出来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篮球是一项非常非常复杂的运动 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体育运动之一 篮球运动员呢 在场上要做很多很多的动作 尤其是脚在地面上会以各种角度 各种姿势来做出各种不同的登地启动 或者是落地的动作 但是篮球是一项需要跑跳的速度型运动 并不是一项跺脚的运动 如果你穿的时候后跟感觉特别软 或者是后跟感觉有点硬 这说明什么呢 那只能说你打球的方式真的很有问题 为什么一双篮球鞋的缓震要用跺脚 跺后跟落地来衡量呢 难道你的篮球运动就是一个跺脚后跟的运动吗 在篮球鞋上呢 所谓的缓震 我这里指的是脚感的软硬和球鞋的稳定 也是成对立关系的 你脚踩下去越软 你必然就是越不灵敏越不稳定 其实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意思呢 是特定的中底科技 特定的脚感是适合特定类型的球员 或者是特定类型的打法的 以我个人来说吧 我的球龄可能比很多看我视频的人年龄都要大 在我打球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 其实好像已经有20年了 我在不同的阶段我也是喜欢不同类型的鞋子 比如说在我初期我在选鞋的时候 或者我第一次刚穿到Nike或者Adidas的时候 我也喜欢那种踩起来软软的弹弹那种感觉 当然当时我打球的水平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好 而且呢动作也比较单调 在场上基本也都是非常普通的跑动 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软弹的鞋我很喜欢 但是随着我的技术动作精进了之后 学了很多很多尤其是运球的动作 还有扣篮的动作 我就发现适合我的鞋子并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更适合的是那种鞋底非常灵活的鞋 而且后跟踩下去不至于有明显塌陷的鞋 所以建议大家在选鞋的时候呢不要凭第一印象 就肯定或者否定一双鞋的中底性能 一定要穿它去实战或者是看了别人的测评 找同类型的测评人来看 这样你就可以更准确的找到自己的球鞋的定位 其实这么多年的篮球看过来呢 球鞋的发展是和篮球运动的发展相对应的 你放到几十年前 那时候打球的人并没有那么花哨的技术动作 就算是NBA他的动作和现在相比 也都非常的简单 随着篮球的发展呢 运动员的动作都越来越复杂 就产生了比如Kerry Irving这种疯狂的变相档 既然打法有了巨大的变化 球鞋也一定要出现巨大的变化 所以现在球鞋呢 根据不同球员的打球风格 涉及的不同的中底真的是花样繁多 任何球员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中底科技和中底的配置 真的不要再认为越软的球鞋对于你的膝盖或者脚踝的保护就越好 真的不是这样的 这要看你打球的风格 比如说像我这种追求脚下要非常灵敏 又同时需要冲击保护的人呢 我就不希望这双鞋的鞋底过软 过软的时候呢你在着地的时候 你这个力会在横向产生非常大的分散 当这个分散的冲击力不巧影响到了你的脚踝或者膝盖 这就会大大增加膝盖或者脚踝扭伤的风险 所以我更喜欢那种重心比较低反馈比较灵敏 形变比较小的中底科技 然而对于那种暴力型的打法或者是内线球员 他们不怎么需要变相 而他们频繁的起跳落地 他们当然需要偏向缓震 也就是软一点的球鞋 因为他们的弹跳高度可能不像外线球员那么高 但是他们会非常频繁的接受脚步的冲击 这样的话那种非常软弹的缓震可能就会非常适合你 一定要记住我们选择球鞋 不只是为了让球鞋来保护我们的双脚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场上 能够更好的发挥更自然的做出你想要的动作 可以随心所欲的流畅做出标准的动作 这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保护 还有同时一定要加强自己脚踝周围膝盖周围力量的训练 还有千万不要迷信中底的缓震 对你脚踝和膝盖的保护 你对你身体最好的保护来自于你自己 首先一定要规范你打球时候的动作 像那种让人哭叫不得的 打球经常后跟着地的 OK我们打的不是同一种篮球 我们进行的不是同一种运动 你进行的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体育锻炼 这对你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缓震再好的球鞋都拯救不了你 打球的时候应该尽量 不是尽量 应该所有的落地都是前脚掌落地 我们整个人体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缓冲系统 你每次落地都是肌肉和骨骼互相协调的结果 标准的动作就可以给你带来最好的缓震保护 我们的球鞋目的实际就是为了 让你自身完成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缓冲动作 OK那种为了感受球鞋的鞋底 然后故意用力跺地落地的人 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看很多人打完球之后啊 就要留言发帖说 穿了这双鞋打完球 脚踝痛 膝盖痛 腿痛 哪哪都痛 先不要找球鞋的原因 先找你自己的原因 记住今天的重点啊 球鞋的缓震不要只看所谓的缓震 要看整个的中底性能 然后选择适合自己打法的中底科技和中底配置 最后最重要的 规范自己的技术动作 选择适合你技术动作的球鞋 这样才能给你最好的缓震保护 让你在球场上最自如最安全的做动作 对于今天的视频大家有什么看法 对于球鞋缓震 还有我提出的中底性能的这个概念 大家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